我们没有办法从家属那里得到他的相片 我们只知道这位蒙古族基层干部遇害以前 来自北京的几位知青曾经短暂地保护过他 很多知青人就是过了多少年以后 甚至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 景德在我们帮里边 这帮人从我们的蒙古帮那把景德抓走 等于是把景德推向了这个死亡深渊的边缘 1968年当知青们刚刚来到草原的时候 他们心里大多想着该如何应付草原上的白毛风 但此时他们却遇上了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 那一年内蒙古大批的干部被逮捕和迫害 罪名是内人党分子 对知青来讲 内人党就是个相当陌生的 有点难以理解的名词 内人党就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 这个组织是在1925年大革命时期 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帮助下成立的 而且承担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后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统一接受了中共的领党 停止了活动 而且一些老党员还加入了中共 至此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好像就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 而且1955年的中共开展审干运动的时候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还被界定为历史上的进步组织 但是到了68年的2月份 当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 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 开始可能揪的宽点 不要怕 这样在康生等人的煽动之下 内蒙古就开始了一场叫做挖塑的运动 这个挖塑这是简称的说话 全称的叫挖乌兰湖黑仙 醋乌兰湖流毒 乌兰湖统治是党政军一把手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他打倒了 挖塑运动 后来被定性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划的一起特大冤案 1980年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特别法庭上 图门作为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 参与审理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当时的内蒙的这个 党员的共产党员的总数是29万多 结果挖的挖成了34万多 还超哪了 比共产党员的总数呢 还超哪了5万 1968年8月 北京知青曹连孙和腾平 来到内蒙古的牧区插队 这个时候挖塑运动 已经挖到他们身边来了 我们去的那个是东吴奇的延迟公社 就在这期间呢 跟公社的干部在一块儿聊天 后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公社好像挖出一个 要把那蒙古从咱们组合的板头上 分裂出去的 这么一个反动的一个集团 本来很安静的 大家在放过生活 特别开会了 从上面要传出来了 跟说旗长是那人党 那几个公社书记是他发展的 公社书记又发展到大队 大队又发展到牧民 所以就越码越多越码越狂 我们老头是当兵的 他是解放以前当兵的人 他要在的话 他还是见过以前的工龄 作为当时延迟公社的共产党副书记 景德也被划为内人党分子 经常被抓走批斗 有一天 景德突然出现在北京之星的蒙古包钱 第一次见到景德的时候呢 跟我印象比较深 可能骑兵出这么深的板 比较坚实 但我们包里穿个大马 穿个大马学进来了 跟大家伙也就商量了 等于景德书记也就算我们当中的一个人了 那放羊呢 就跟他一块儿 轮班放了 知青们并不知道 景德来这里的真正原因 其实是为了躲避当时的政治迫害 就这样 知青们和这位蒙古族大哥 开始了一段几乎是无忧无虑的生活 开始有陌生 然后很快就熟悉起来了 熟悉起来呢 然后我们也跟他 见我爸 跟他也没大没小的 有时候睡睡觉 有时候聊天 有时候跟他学蒙古话 挺亲密的 这段难忘的日子 只持续了短短的半个月左右 知青们完全没有意识到 在那一年12月中旬的一天 景德会永远地离开他们 那天是这个景德书记出去放羊 中午呢是我们那个藤平去把他换回来 我那会儿已经烧了茶了呢 他就坐在我们那个包里面 也在高山上 牵着吃草 看着看着看着羊羞 突然发现 这远处的特感率 就是出现了一个 就手型前进的队 还有跟腔子 我坐在那儿 脸出了他背肠 一块儿晚上喝点茶 聊聊天 就觉得 就警察睡前 两个眼儿还是笑 就看到那个 一个左翼镜 一个左翼镜 甚至关了我们的门 到了我们班 就听着狗的叫 突然就听见那门 门打开了 就跟着觉得身后的一股 一股脑风就吹进去了 到了那儿都没有反应到 都没有想到是 是来抓紧的 因为我是背成人 这后什么事 我根本不知道 因为我是脸冲着警察 他还笑着跟我们说话呢 就端着茶碗 突然我就觉得 他那脸色就变了 想唰 一起灿烂 他那眼睛直勾勾地 就看着那个蒙古包的门的方向 他就愣在那儿 这两牧民 进了蒙古包 都不打招呼 直冲着警察就过去了 我骑着我的马 飞马下山 刚上警察有人抓你来了 警察骑了马就跑了 就不会被害呀 眼睛都在看他们牵着乐图 拖着这个警察 往那公社的方向 就跑了 一直到他们在这条路上 一直走走 就从那个山沟拐过去了 看不见了 最后我们回到包里了 在警察被抓走两个多月以后 公社里负责挖宿的人宣布 警察用他自己的蒙古袍腰带 勒净自杀了 他是革命委员会主人 他来告诉我的 到我家 他也没进去 在这外屋站着 你说警察死了 就这一句话 怎么去世了 就没有清楚 所以我们心里就特别难过 特别难过 我想我们实际是互相扶持着 互相支撑着 走过了那段时间 我们蒙古袍的 也没有那些换生笑语了 大家一个个都心里特别苦闷 因为曾经收留过警德 两位北京知青 当时被指责是 知识青年内人党 直到后来 挖宿运动结束以后 他们才获得平凡 37年后的今天 景德的家人 还很感谢当年的知青 就这么我的知青年 我们是感谢他们 我是代表了 我的老头 我也到任何时候 我是感谢他们 我也怀念他们 对于很多在草原 度过青春的知青来说 那一片来自草原的绿色 似乎是永远的 扑洒在了他们的生命当中 那是一道退不去的底色了 多年之后 他们无法淡忘的 仍然是草原上的人 草原上的情 知青们跟当地 牧民几下的感情 不只是存在于 他们在兵团 或者是插队的那几年 而是整整伴随了 他们一生 而在挖塑这样的特殊的时期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也更是让他们刻骨铭心 我们接下来就要讲述的是 当年发生在东乌旗 岩池公社的一个很多人 至今无法忘记的故事 这栋老房子是当年的供销社 现在还可以很明显地 看出那个时代的痕迹 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 现在即使是当地人 也不见得会知道 当年在这里 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一幕 来自北京的知青陈向东 是那次事件的亲历者 然后这个 这边是招待所 这边就是那个大门 大门当时我们就想通过大门进去 把这些干部给救出来 但是进不去 因为他们好多人都在里边守着 陈向东想去救的人 叫做赵日格图 他当时是公社的一名干部 挖塑开始后不久 他就被人从家中抓走了 当时就是因为觉得不理解 这些公社干部 大队干部 我们认为都是好人 结果他们给抓下来了 所以知青年牧民都要把他们救出来 那是被捐的以前 晚上有人敲门了 老赵问他 那个 你是小包吗 就这样的 嗯 就这么一下 他就下去给他开门 一开门就 进来 五六个人 一进来就找到我们脸上 就啥也看不着 下来就这样 说老赵下来 我们老赵 我说不让是 他说对 下来 就这样 城后 球一穿着就下去 光脚要是 把他给拉走 四五个人 我就下雪了 下了挺厚的些 下来有二孙雪吧 我就跟着那个印去找他去了 找去了 正好工学办公室 他办公室 起来以后 他在那坐着呢 光脚丫子 一点点水里头 两个脚丫子 这么 泡着呢 我说咋了 他们 走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 他们走了 说说 你回去吧 我聊革命 没事 他还说 我说你脚没事吧 他说没事 泡一块 那就好 牧民啊 一块 这个开会商量 最后就 决定到 公社 然后去 找这些 挖俗 公社的干部 和大队的这个 被抓的干部 想给保出来 几天以后 陈向东 打听到 赵日格图 被关押在 供销社的后面 于是 他召集了一批 知青和牧民 准备前去救人 他们二十多人 来来回 应该都有准备的 因为早就可能是 不知道 看那个 看门的那些人 他准备的 那柳柳粉 和那个 辣椒面 缠到一块 完了 他们来了 要看 他们 从墙上 挑进去 他们不可以 开门 挑进去 有的挑进去 有的没挑进去 把那辣椒面 和那个什么 柳柳粉 嚷到那个眼睛里头 在这眼睛里头 你受不了 眼睛都 拉得不行 往来都 没抢了 因为双方的实力 相差太大 陈向东 他们的行动 最后还是失败了 当时由于 他们人也很多 没救出来 就是当时 只有这个位置 第二天 写出了个 巨幅表役 黄字上 都写的黑字 反革命分子 陈向东 就这样 写的巨幅表役 陈向东 上个字上 他还插的 那个红叉 要抓他 有一天 我和几个知青 一块到公司 来买粮食 后来呢 结果 赵大姐 他们就看见了 看见以后就说 说你不要在街上走 说你去 空销社门口 你去看看 一看这上 写着大标语 后来就 我就不敢 在街上走了 因为在街上走的话 当时他们 妈住的人 就要抓我们 然后我就到 赵大姐家 去 去 等着 然后其他之间 到 到那个 粮站去 买完粮食以后 后来我们就 又回大队了 陈向东 最后躲过了 有可能给他 带来的危险 而第二年 挖速运动结束 赵日格图 获得释放 后来在当地 政府机关 担任官职 前些年 在一次车祸中 遇难 直到现在 赵日格图的夫人 赵桂兰 跟陈向东 还是很好的朋友 他 他影响完了 他就那个什么 把我们老招 抢除了 那个年车 最深的 一直在身边 感谢 他激烈的 抖着 那个他的 妈的风险 连着他 他在这里 之间 很敢 要二次的 我还记得 都吃完了 从那以后 他的影响 对我 是一种 我就 每次无人 办什么事 要 我 对他 什么 情不得 历史的趋势 是种必然 可是 它也总是 和某些 偶然的事件相关 如果回顾一下 挖速的这段历史 我们会发现 这场运动的结束 其实跟一位 女知青 有些关系 1968年8月 有一位女知青 离开北京33中 来到了内蒙古的 阿巴嘎奇插队 这是他第一次 出远门 母区的生活 那么新鲜 所以基本上 每隔半个月 他都会给在北京的 家人写一封信 讲一讲在这里的 所见所闻 当然 他也讲到了 他所在的大队 开展挖速运动的情况 说咱们这个大队 就是 所有的牧民里边 都是乌兰府黑箭上的 都是内人的 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只有三户 是红色 幕户 那 那 那我说 我这算数再差 我也知道 这百分比吧 你不能说 百分九十七的 都是坏的 只有百分之三是好的 不可能吧 那么就把这些情况呢 这个 给家里写信的时候呢 就跟伯父说了 原本是非常普通的家书 却起到了 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 因为他们的收件人 是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拉苏隆到西华厅 见伯母的时候 伯母亲口跟他讲 说丙建 当时给我们写的一些信件 你的白外从中间发现了 很重要的问题 这些消息 对我们来说 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1969年5月22日 中共中央下发了 毛泽东批示的24号文件 指出 内蒙古的清理阶级队伍中 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内蒙古随即开始 为内人档案平反 1978年4月20日 中共中央又做出批示 完全否定了 新内人党的存在 至此 这一冤案 获得了彻底的昭雪 当知青们怀揣着革命激情 来到内蒙古草原的时候 他们当中大多数人 还不到20岁 对于当时正在开展的 此起彼伏的 不断变换的政治运动 他们所能交出的 只有一腔满满的 不假思索的激情 草原上知青当中 也有一些人身不由己 参加到了挖塑运动当中 在拍摄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们原本以为 可能会很难找到 有知青愿意讲述 这段难以启齿的往事 不过我们很幸运 我们找到了其中的一位 他如今在北京 傅晓东是来自北京的知青 当他1968年8月份 来到内蒙古的东乌旗的时候 挖塑运动 正在当地开展的如火如荼 我记得是11月份 11月中旬的时候 已经就是扒到我们大队来了 然后当时是公社党委书记 来宣布 这个队谁谁谁 是内人党 要进行隔离审查 然后呢就把 我记得是当时是三个人 作为真正作为内人党 隔离审查的三个人 波特莫尔是第一 作为公社的知青负责人 傅晓东被吸收进了 波特莫尔的专案组 因此也参与了 抓捕波特莫尔的行动 我记得那是冬天 11月19日 刮着很大的白毛风 天气特别的冷 那天来抓我的人 有边防站的战士 有一部分牧民 有一个蒙伊大夫 还有一些知青 好像是这 就是领导班的这边呢 专案组这边呢 准备 应该给他准备一笔老实的马 只要是怕他跑 所以他破腾的 坚持要骑自己的马 说我也不跑 我保证不跑 但是我要骑我自己的马 我记得他就骑着自己的马 但是一上马以后 他一溜烟就跑了 当时我们都心里 心里都得一乱了 他登跑了 还是上哪去 上当了 我是怎么样 他前面跑 因为方向还是对的 方向是 是跑向 就是要观察那个方向 他不是说往北边 说跑外面 就跑哪去了 他还是跑那个方向 我们就在后边追 追不上 他马确实 很快 等我们到了 就是办公室的时候 就观察那个地方 人家早已经进了屋里头 在屋里头已经 都收拾好了 跟着坐着 等着呢 他们白天黑夜的审讯我 审讯我的人主要是这些人 我们大队的同宝庭 贫血主席贡地 白以拉 耶稣米亚 还有一部分知青 傅晓东也在 这三个人被关的时候 肯定是以外事隔绝的 他们要生活 然后他们的家属 给他们送衣服 送吃的送穿 因为我们是抓人家的 他们家属都那种 那种眼光 那种敌视的眼光 到现在我都 都好像是历历在目 最难忘的是 他们连续七天审讯我 有人用手压着我的脑袋 靠近火炉子 有时候有的人 还踢我一两脚 让我老实交代问题 不过他们没怎么答我 这就是我们的阶级斗争 悲剧 刻骨铭心的悲剧 到草原的第一 第一年赶上这么一场阶级 确实是刻骨铭心 这个民族 它特别的重感情 不能伤害 它一伤害 特别不好扭转 要解开 在挖宿短短的三四个月 四五个月 所造成的积怨 我自己 那时候去下军 我要用我一生的努力 一生的为牧民服务 来偿还 欠牧民的赚 感情的战 2005年10月 傅晓东从北京 回到了他当年插队的地方 他是1979年离开内蒙古的 几乎是最后一批回城的知青 我每回来 每回到这来 我都要到这来看 你们 你们这地方对我太重要 我在这待了十一年 当时这个 特别是那边办公室 然后这边有几间房子 那边是一个大餐库 这边一二三 大概有三四间房子 但是从门进去 当时破统不得就关在这 我问你说 你是不是那人哪 他说我不是 我说你不是 人家说你是 你为什么要投帝潘国 他说 他说 你们知青年刚来 不了解情况 你们上当了 这记得非常清楚 都是旁边的翻译 一句一句话翻译的 特别特别的懊悔 懊丧 要没有这段历史多好 所以这事对我们的伤害太大了 把我们执行的根牧民 一部分牧民 相当一部分牧民 成为一个对立面 然后这割的结 割的容易解 但是不容易 容易解不容易解 非常难 所以是现在一回去 那一段都不愿意回应 不堪回首 让我们在一起 就能够解 Relo 是否 你能够解 我说 挖速运动 结束以后 傅晓东向波特莫尔做了真诚的道歉 而波特莫尔也宽容了他 两人从过去的冤家变成了很好的朋友 在内蒙古插队十一年以后 傅晓东回到了北京 现在他每年都会到内蒙古去看望波特莫尔 挖宿结束以后的一天晚上 我召集所有知青在蒙古报里学习中央文件 我先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说这是要挽救他们 然后我问他们有没有认识到错误 傅晓东第一个发言 他哭了 承认自己带错了路 使得其他知青也犯了错 后来他们到那些挨过整个牧民家里 一一道歉 这样才把矛盾化解了 可怜这些知青都是孩子 也就二十多岁 我觉得不能把他们当成罪人 拉松运动结束之后 傅晓东发誓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 他决定在这里结婚 而且还特别选择了一个日子 9月1号 这是大陆的中小学校新学期开学的日子 傅晓东以此来表示自己要重新开始 结婚的时候周围的牧民们都来了 帮他扎好了婚后居住的蒙古包 老俄级还一针一线缝好了毡子 牧民们的这些不计前嫌的举动 更让傅晓东觉得应该报恩 几年之后 知青们开始录去返城了 傅晓东当时选择留下 继续在当地工作 直到1979年的时候 他最终回到了北京 他也是他所在的那个大队 最后一个回城的知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